五块钱十块钱在物价标准 世代连百杯咖啡都得多掏点钱 也让通膨成为企业的加薪指标 我想讲了以后大家都会开心 很开心 我们每年调薪一定是包括通膨 就怕员工的干扣级 全被通膨大快躲一 台积电超级阿萨利 传出调薪8% 更剩往年的3%到5% 电脑大厂广达半年内二度调薪 这次人人有奖加薪三千块 还有台大店结构性调薪 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 研发类新鲜人年薪百万不是梦 美食美厂好事多 也来餐一咖加薪百分之十四 刚进公司的菜鸟薪水高达四十二K 年终一年至少有十五个月以上 这一幅度我觉得还蛮棒的 公司规模不大 但是它至少就是有一定的收入 就是大概可能三万保底 换句话说上班族除了 期待员工旅游红利加菜金 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荷包 根据统计有53%的企业 有意扎薪 平均幅度高达4.61% 但前提是营营上上有赚钱 才能跟员工分享甜美果实 至于剩下的47% 百货贩售业 民神服务业 以及观光产业 通通没赚钱 更别说多家饭钱 六成七的上班族表示说 在找工作的时候 会想要找幸福企业 科技业 还有金融业 还有就是这个医疗业 年终表现完分红会比较好 全力冲刺景气复苏 企业端出大礼包 含金量高 才有机会再往上一层 没敢上扎心列车的 也只能把羡慕挂在嘴边 欢迎设计长保陈宇珍台北参议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记者掌握全球时事根最新驱使